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正在获得一些新闻的新联邦公司,特朗普的前高级顾问班农涉嫌在主管活动中对数十万捐赠者进行诈骗,19日遭到逮捕。 班农也是郝海东新联邦建国时英文的宣读者。 大家好,我是雨时那么闲,今天的视频我做啊,但是还没有剪完,估计今天是剪不完了,然后刚才收到这个消息啊,迫不及待分享给大家。 那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个美国大骗子带着一个文骗子,小贵贵。 嗯,挺好,一群诈骗犯带领着一群信诈骗犯的诈骗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慢慢来。